是一些简单的图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从比较基本的部分来讲起 但第一个你要绘图的话在Python 你一定要安装一个套件 叫做MatePryLab OK 那理论上 我好像我这个懒人包里面 已经有安装了 所以其实你不用安装 大家如果将来假如说你遇到那个没有 那你就自己在下一个语法 把它安装起来 那相关的绘图 我这边有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其实是MatePryLab 它的官网 你看好像换位置 那这个官网里面其实 我是觉得它写的已经相当相当的详细了 那只是说 之前遇到的状况是它没有繁体中文版 好像都英文版 所以如果假设 你们要参考的话 可以到它的官网里面稍微看一下 那我的习惯是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 范例 sample 然后如果你要拿一种图 你可以看它的sample 它其实里面sample都已经写得还蛮清楚的 你可以拿那个来稍微套用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在这个网址的话 你们可以找一下MatePryLab官网 那首先的话 我们今天 假如说要画一个比较简单的图 比如像这个图 你会发现折线 当一般用最多的 不外乎就是如果跟时间有关系的 时间也许在X轴 然后呢 纵轴的话就是数量 那我们会用个折线图 来表示说 某一个区间它的数 那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数字的变化 OK 那如果要对视的话 在这个那个 Python里面该如何实作 其实很简单 总共的话 第一个 当然我们要input那个MatePryLab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MatePryLab的名称太长了 所以我们后面取个别名叫PLT 假如说我要画折线图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要两个轴 一个轴的话是X轴 所以呢 我给它一个串列叫LexX 比如说这个数字 然后LexY是这个数字 那我给这两个数字之后的话 我就直接呢 把它直接秀出来 给两个数字 然后秀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 假如没有意外的话 如果你把这一段程式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页 第十二个单元 找一下 那如果呢 你假设呢 把这个程式直接弄的话 应该会看到 这个图形跑出来 这个有样式 我把这个样式拿掉一下 OK 那直接把它弄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图 那如果假如 假如你好像 会有错误讯息 因为它预设好像会有错误讯息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有错误讯息的话 可能要在板手这个地方 偏好设定 印象中要改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 很印象 就iPython控制台 它是被一个绘图 绘图的地方 这个好像要打勾 然后这个的话好像要自动 它好像原来是行内 这个改一下 按OK之后 那记得呢 要把什么 把Spider重开之后 它才会弄 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重开 继续跑 它好像还是继续错误 这个地方一定要改 如果假设你是 直接去下载原始的懒人包 好像这个地方一定要改 这个如果没改的话 它在弄那个图表的时候 被发生错误 按OK之后 记得哦 Spider要关掉重开 这第一个 所以我们给它的X轴跟Y轴 然后呢 并且跟它讲说 我跟它画折线图 然后把它绣出来 那执行就OK了 应该没问题 所以第一个简单的图形 就被我们绘制出来 那你会看到 它这个Lis X 这个实际上这个数字 就是X轴的部分 那这个Lis Y 指的是重轴的部分 它要按照我们第一个 比如这个各个数字 然后 但问题有几个缺点 什么缺点 因为我们给的数字 你这边如果没有一个端点的话 叫做Marker 英文叫Marker 没有Marker的话 你会买 现在到底它应该对哪里 对这里吗 还是对这里 有点对太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基本的线条颜色 都是蓝色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想要换个颜色 我想换个红色 然后端点 我帮我改成圆的 然后线条 我想要改成虚线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刚才讲一下 在云端上面 我有帮各位整理了一下 总共三个东西 就是如果假设你要加上什么 第一个的话 Color 颜色的话有这些 你可以Color 等于什么颜色 然后Marker的话 假如是远的话 应该是 远点应该是欧 然后另外 线条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 若于就是实体线 就一个减号 那如果两条就两个虚线 然后还有一个减在一个点 那或者你要虚线的话 就一个冒号 OK 那可是问题 这三个 在那个拍神绘图的时候 它有一个比较精简的写法 因为你原来的写法 必须要写三个叙述 一个是颜色 给什么颜色 Marker给什么 然后呢 Style给什么 变成你要给三个参数 那很麻烦 对不对 那我是建议的 各位可以记一个 就是说呢 把那个参数 变成一个简单的字串 它有点像简称 逗典后面 三个三合为一 比如说红色的话 那你就要记得 这边就有一个简称叫R 所以你就打一个R 这些程式里面打一个R 然后呢 如果你端点是要圈圈 那你就O 然后如果你要虚线的话 就冒号 就怎么样 颜色 然后Marker 然后再一个Style 那这样的话简称 你就不需要给三个参数了 你只要给三个简称 我觉得这样比较OK 不然的话你用那个三个参数 虽然也结果一样 可是你程式就看起来就会 太冗长了 OK 所以哦 执行看一下 你看他就马上有一个端点 点就出现了 这个第一个 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OK 位置OK的 曲线也没问题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 你想说老师 那我除了要一条线之外 我要两条线 怎么办 而且很简单嘛 你再画一条 有没有 比如说你再给两个参数 所以底下 你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那当然呢 其他Marker部分 预设用的比较多是圈圈的 可是 假设说突然有同学说老师 那我不要圈圈 我想要变正方形 或者我要变零形的话 其实这边都有 我后来查了一下 如果你要那个什么 你要正方形的话 好像是S 那如果你要那个零形 有没有 好像就哪一个 大英文吧 好像是哪一个 D 而且哦 他的大写跟小写 两个样式不同 一个比较大 一个比较小 OK 你们可以玩玩看 那线条样式好像就比较大 就只有这四种 OK 颜色就这些 所以你大概把它搭配一下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请各位先绘制一个 这个折线图 然后加上一些样式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 他的线条的粗细 线条粗细的话 这个就没办法 因为我后来发现他没有简称 不能说RO冒号 然后加一个3 好像不行 这个参数 如果假设你要让那个线条 比如说加粗 预设好像一一吧 如果你要变成3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在后面 再加一个参数 多点 就是Liwis 等于多少 比如说我想要让那个 线条 让它加粗 现在好像预设有一一吧 太细了 我想要让它加粗 OK 你会发现这样是3 如果不够的话 你再把这个 它的线条的宽度 再加一下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很快的 绘制你要的折线图 OK 那当然如果绘制一个 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再加第二个 我在底下好像有 再加第二个的叙数吧 你可以把 这个Liwis 加加本来一个Liwis XLiwis Y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加一个Liwis 这个 X2 Y2 然后呢 把这两个参数 一起加加进来 而且你可以在底下 比如说你再加一个 然后把这三行 绘制图表的部分 再加一个 在Show的上面 比如说上面是画第一个图 下面是画第二个图 然后样式的话 这个 我看用什么 用一个B好 一个是红色的 圈圈 然后冒号 那一个是Liwis 然后多一个Liwis 那个Liwis 后面会在讲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 一条是什么 一条是原来的这条线 然后这一条的话是什么 这条是后面画的这条线 然后把它绘制在同一个图表里面 两条图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那个简单的绘图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里的话 基本上就是最简单的绘制图 就是用MathPrilep里面 然后先给两个串列 然后呢 再绘制它的什么颜色 它的节点 Marcus 然后再加上它的线条样式 OK 那这个Liwis 这个没办法 没有办法说 利用简称的 所以你要自己再加上去 试一下 来吧 听完 好 好 如果这边有点 好 我已经看看